这碗面是从我小时候外婆煮给我吃 就是这样 当我晚上宵夜 想要迅速地找回忆一下我熟悉的味道的时候 我就是会调一碗这个面 念云念念不忘的味道 是来自四川外婆的好手艺 在念云小学时期 外婆都会煮碗汤面到学校 坐在教室外面等她吃完 再端着空碗回家 转眼间 当年那个一手把念云带大的外婆 已经变成白发苍苍 高龄99岁的老婆婆了 苹果新闻网读者 7月16号在台北市立仁爱医院外 接近念云在外用协助下 推着坐轮椅的外婆上车 念云表示 外婆最近被诊断出心跳太慢 才会到医院装心律调整器 被拍到那天是去接外婆出院 复原状况非常好 外婆退休后搬到美国居住 去年才回台 坐在念云家附近 她心怀感恩地说 可以究竟好好照顾外婆 是上天赐给我的福气 运动新闻报道 我会发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儿 感谢观看